大家好 我是中央大學工學院學士班的學生徐貴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本書是如何閱讀一本書 當時這本書一出版的時候就立刻被列為暢銷書 並高居歐美全球排行榜之榜首之一年之久 由此書的受歡迎程度我們可以發現 社會有許多提升閱讀能力的需求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這本書的內容吧 作者將閱讀的層次分成了四個階段 這個閱讀階段像是一個金字塔的架構 前一個階段學到的東西同樣能在下一個階段使用 所以這個閱讀階段是循序漸進而且能夠不斷累積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基礎閱讀 這個階段讀者基本上已經可以認識文字 而且能夠透過文字來吸收資訊 一般來說大部分人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就已經達到這個階段了 下一個階段第二階段是檢視閱讀 你也可以說是有系統的閱讀 這個階段它的目的是快速掌握書的內容 幫助你判斷這本書是屬於完全不用讀 可以快速的讀還是需要花時間咀嚼的書 在檢視閱讀中你有兩點技巧可以使用 第一點你可以先從序目錄索引還有出版者的介紹去看 這些文字可以幫助你建立對書的低音印象 第二點在翻閱書的時候你可以留意章節的最後一段 或是書的最後一章 許多論述性的書籍中作者會將他們的論點放到最後 再做第二次的整理 那閱讀這些結論還有整理的話呢 可以幫助你更快掌握書的內容 那在下一個階段呢就是第三階段 分析閱讀 這個階段呢就是在不考慮時間壓力的情況下 盡可能的把一本書讀到最好最完整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呢同時也是花了作者最多篇幅跟章節去描述的一個階段 礙於影片長度有限沒有辦法把作者列出來的技巧一一說明 我這邊就把這些技巧呢濃縮成幾個問題 包含這本書的主旨是什麼 這本書的架構如何 作者在這本書提出了哪些問題 而這本書又提供了哪些答案 以及這本書幫助了我什麼 當你在讀完一本書的時候呢 問自己這些問題可以幫助你確認自己是否讀透這本書 那最後一個階段呢就是主題閱讀了 在這個階段下書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主角 讀者呢會先從一個選定的主題中呢 列出一個跟主題相關的閱讀書目 透過第二階段的檢視閱讀去過濾要閱讀的書籍 再來用第三階段的分析閱讀去找出每本書的觀點 並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作者提到主題閱讀呢是一個相當有趣的過程 因為主題呢會隨著你不斷累積閱讀的量的時候而改變 而你閱讀的書呢又會因為主題的改變而改變 所以就在不斷重複這樣的過程中呢 你不僅能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詮釋能力 還會因為這樣提升心智的過程呢 能帶給你充實而喜悅 當然從這一點來說呢 智慧確實能帶給人們快樂的 說到這邊呢我必須要很慚愧的說 作為一個大學生呢我現在還是處於第一階段 也就是基礎閱讀的階段 那我想不僅自我啦 就是大部分的學生呢應該都還處於基礎閱讀的階段 這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現今教育體制的問題 畢竟從小學畢業之後呢 我們就已經具備基礎閱讀的能力 但上國中時我們並沒有提升閱讀的層次 反而繼續學習字音字形字義 或是備送一些考試會考的詩詞 高中則是進一步的要求我們要在實現內 閱讀文章訓練我們速度的能力 而這些能力訓練都處於基礎閱讀的範疇裡 並不能確實的提升我們閱讀的層次 但在大學這樣的研究機構中呢 所需要的能力會是主題閱讀 而非基礎閱讀 在上大學的時候呢 他們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去適應大學與高中的落差 對 那以上呢 純屬我個人的看法 那如果你有想分享的一些想法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徐貴寅 再會